上一集咱们说到朱文章杀掉了胡卫庸 废除了城墙制度 紧接着又把眼睛转向了掌握军机大权的大都督府 当时掌管都督府军权的正是朱文章的外甥李文忠 事实证明 在不信任大臣上这一点 对自己的亲属朱文章也是一视同仁 他改组了大都督府 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了左中右前后五部分 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 朱文章也没有放过 由于李文忠指责过朱文章揽杀无辜 而且怅怒过他 朱文章决定送佛送上天 连李文忠一起杀掉 让他下去啊 给这胡文忠做个伴 然而就在朱文章准备动手的时候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马皇后阻止了他 求他看在李文忠啊 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条命 朱文章这个人呢 从来不卖别人面子 但马皇后和他是呢 少年的夫妻 与他共患过难 情深义重 于是朱文章听从劝告 放过了李文忠 所谓是死罪能免 活罪难逃 朱文章仍严厉的处罚了他 并削去了李文忠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呢 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 它是有了更深刻的含义 这个事件呢 告诉所有的大臣 朱文章在检除异己 这个问题上 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 无人可以例外 胡卫庸案件呢 牵涉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了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演变为屠杀了 那些办案的官吏手持的名单呀 到各个的衙门去找人 找到就抓 抓回来就打 然后逼供 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 继续去抓人 这些人的权力极大 即使衙门正在办公 他们也能啊 公然闯入 抓走所谓的犯人 从而导致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啊 往往官老爷们啊 刚刚还在堂上呢 威风凛凛的断案 这些人一进门 这位仁兄呢 立马从堂上给拉下来了 带上枷锁带走 下面的犯人呢 看得是目瞪口呆 侦办此案的线索呢 来源的主要是两个部门 一个叫做这个 清军都尉府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但是要说他后来的名字呢 但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呢 就是锦衣卫 另一个其实呢 并不能称之为部门 只能是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名字叫简教 他们的来源复杂 主要是现在社会的闲产人员 也有这个文武官员 甚至还有朱文章老乡识和尚 这些人呢 互都不认识 也没有固定的编制 只受朱文章的调遣 是朱文章最重要的耳目 这个设定有点像影视作品中 经常提起的这种就是影位 这些简教们呢 大晚上不睡觉 在外面呢 转悠 不知道还以为 就是现在这该溜子呢 从史料上来看 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 十分高明 比如说啊 国子健的祭酒叫做宋纳 有一天上朝 朱文章呢 突然就问他 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 这宋纳大吃一惊啊 朱文章呢 就拿出这么一幅画 画的呢 正是宋纳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 这可太吓人了 要知了 这宋纳人并不是睡大街上啊 他在自己家里生气 这些简教 不但一直在监视他 居然还饶有兴致 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下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没有照相机的明朝 深更半夜 您坐在自家的房里 居然有人隐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一边看着你 一边帮你画像 好家伙 这不是恐怖片吗 这不就是 这些简教们呢 简直是无孔不入 朴风捉影 制造了很多冤案 也正是有了这帮人的帮助呢 朱文章在胡文庸案件的办理上 越来越得心应手 杀的人是越来越多呀 官员们呢 是惶惶不可终日 牵涉的人呢 是越来越多 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 都被抓回来了 其中最著名的 就是宋连 宋连是朱文章手下 著名的文臣 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 他是刘伯温的老乡啊 为朱文章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给当时的太子朱彪当老师 宋连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他的教导下 朱彪和他的老子朱文章完全不同 朱彪为人宽厚仁慈 甚有明君之状 后来宋连又被为以修原始的任务 担任总裁官 但朱文章其实呢 并不看重宋连 在朱文章心中 宋连只是一个文人 写点文章还行 并不能出谋划策 所以他呀 授予宋连的最高官职 只是小小的五品汉林学士 直到洪武十年 也就是公元1377年 宋连退休的时候 他的官职还只是个学士 朱文章虽然没有重用宋连 却相当的信任他 在很大的原因上呢 是由于宋连的个性 宋连是个出了名的老师人 无论什么事情 从来都是实话实说 朱文章感叹过 宋连呀 事后我二十年 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 真是一个闲人哪 宋连退休时68岁 朱文章送给他一块布料 并嘱托他说 32年后你拿着这块布料 做一件摆兽衣 宋连闻听啊 感动的是老泪纵横啊 然而计划永远改不上变化 还没有过去三年呢 朱文章就为这个宋连呀 准备了一件新衣裳 球服 也不知道这兽衣和球服 宋连他老人家更喜欢哪个 朱文章为什么把退休的宋连抓回来呢 因为宋连的孙子参与了胡威雍谋反 朱文章不远千里 将宋连召回要把他杀掉 这也反映了这个朱文章的另一个特性啊 就是选择性健忘 关键时刻 还是马皇后站出来 他成功的劝说了朱文章 放了宋连一条生路 但这一次呢 虽说是劝住了 朱文章的行为却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偏激 手段越来越狠多 除了马皇后 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然而 红武十五年八月 马皇后去世了 一个皇后的死在历史上 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于朱元璋而言 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复习一下 马皇后是朱文章年轻时候的老板 郭子星的义女 她和朱文章相识于微幕 在朱文章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 冒着生命危险给朱文章送饭 救她于危难之中 马皇后虽然是个女子 但颇有胆识 陈火亮进宫龙湾时 她捐出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 帮朱元璋靠劳军队 还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 即使在后来当上皇后以后 马皇后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 不娇不舍 并劝告朱元璋 不要忘记民间的几乎 甚至在佣人上 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愿得贤人共屡天下 这句话被朱文章引为至理名言 更可贵的是 马皇后阻止了朱文章的很多恶行 朱文章要杀朱文章时 她劝告朱文章 朱文章是你的侄子 立有大功 请你不要杀她 朱文章要杀李文中 她劝告朱文章 李文中是你的外甥 也是你的养子 留他一命吧 朱文章要杀宋连 她跪下求朱文章 宋连是太子的老师 老百姓尚且尊师 何况帝王家呢 马皇后就是用她的慈爱 去关怀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 把他们从朱文章的屠刀下救出来 她比朱文章更知道人命的可贵 马皇后重病后 自知很难医好 居然呢 拒绝医生 为她医治 朱文章问她原因 她的回答呀 是感人心魄呀 马皇后说 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 求神拜佛呀 是没用的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 服药无效 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 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 去关怀他人的人 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马皇后还是那样做的 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文章的遗言 愿陛下求贤纳奸 有始有终 愿子孙各个贤能 百姓安居乐业 江山万天不休 而后含笑而逝 朱文章靠在马皇后的身边 悲痛欲绝呀 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 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 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 他就像是一股涓涓的溪流 无声的滋润的这片大地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 朱文章的内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 自从他的父母死后 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 他也很少掉泪 因为他知道哭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放声大哭起来 只有痛哭才能挨到前前的这个人 只有痛哭才能发现他心中极度的痛哭 马皇后的死带给了朱文章很大的打击 之前因为有马皇后从旁劝道 朱文章在杀人的时候上还有所顾虑 如今马皇后死了 再也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了 咱们的老朱很快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导致朝中的官员们全员变成了贪官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集接着说 上一集咱们说到马皇后的死 让朱文章是十分痛苦 但人生再痛苦 日子也要过下去 朱文章在死了老婆的巨大打击下 变得是越来越偏激 这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 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胡卫库的案件仍在进行中 不断有人被抓 不断有人被杀 李善长主动自首 向朱文章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接受了处罚 李善长暂时是逃脱 但朱文章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 必定不得善终啊 讲述这些之前呢 有必要咱们先介绍一下朱文章统治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 这个群体就是官吏 做官的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丸 在红武年间 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惨 在朱文章的时代 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啊 这一形容啊 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明代官员的品级 大家知道 一品是最大的官 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 威风凛凛啊 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 而在明代 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了传说中的人物 十分的稀罕呢 自从取消了丞相制度后 朱文章手下的文官最高的级别 就是各部的最高长官啊 也就是正二品的上述 一品不是没有 却只是虚执 即这个正一品的太师 太富太保 从一品的少师少父少保 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 太子太保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宗人令 宗正 宗人 武军都督等职位 也是一品 但这些都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做到的 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 却很难得到 如果不是立的什么特殊的这个功劳 比如说这个大天下 但问题这个活名额不多呀 却危险性极大 还比如说救过皇帝的 这也是难度高 机会少啊 一般人干不了这活啊 再或者是把皇帝摆一边 自己操纵朝政 这就够不用说了 历史上总共就那么几个人能办到的 一般的官员啊 能熬到二品退休 就已经是组上烧高香了 那二品就二品吧 文官们呀 并不是太在乎 反正无论是极品 也是要干活的 但让文官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 有这么一群人 什么功劳都没有 但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 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朱元璋自小贫困 父母死得早 对自己的亲戚呢 可谓是轻身异常 他的儿子女儿 很多呢 被封为了亲王公主 品位都是一品 而且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 除嫡子之外的其他儿子呢 被封为郡王受一品 更有甚者啊 连这倒插门的驸马 也是从一品 这可真的让官员们 有点想不开了 十年寒窗奋斗一生 可能到头来啊 只是个三四品的小官 而这些皇亲国旗 打出生以来 就是一品或二品的大官 现在的话说呀 就是读的好啊 不如长的好 长的好 不如生的好 看来从古至今 这投胎 是门技术活啊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 还在后头呢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啊 朱元璋这个老板呀 太小气了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 一品大约一年 一千零四十单米 往下递减 正七品支县 一年只有啊 九十单米 我们以支县为例啊 管理一个县的县官 一个月的工资呢 只有这个七单半米 明朝的这个一单粮食呢 大约是九十二到九十四公斤左右 这七单半 也就是七百公斤左右吧 听起来似乎不算少了 但是这些收入呢 是要拿去养活老婆孩子 还有底下一大批呀 小利长随的 明代的支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 那年的时候支县呢 就是兼职的这个任务呀 很多职务都是他兼职的 他既是这个县长 还是这个县法院的院长 检察院的检察长 财政局的局长 税务局的局长 工商局局长 县施工队队长 一个支县呢 管这么多事 打省下边的小利啊 是免不了的 要不谁甘心情愿给你干活啊 支县手下呢 还有这么一大堆的长嘴 分等级为大爷二爷 这大爷二爷 可不是你们家的大爷二爷啊 他是古代的政警岗位 这大爷有门政大爷 就是管那个负责看门的 签稿大爷 就是这个负责在这个 签牙房啊 磨磨的 下面的是一群二爷 包括这个发审 执堂用印的 这些人呢 是支县那个签牙房里面的办公人员 此外 县的重要部门支县都会派人去看一看 支县的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跟师爷 这么一大帮子人啊 都是这县官手下 全得靠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这个七淡半的丰禄 大家只好去喝戏白风 更何况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啊 逢年过节还得到处走动啊 丰禄不太够用也就算了 可是就连这么点俸禄呢 有时候也是打折扣的 红古年间 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啊 县官呢 就找人提着米袋 像那个讨饭似的一样 去拿自己的工资 七淡半的米呢 还算是按时发放的 到成组的时候 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 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 嘿 有招啊 发钞票啊 哎 这不是玩笑啊 不是银两 而是纸币 明朝初期 纸币通行全国 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呀 但是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就会发现问题 成祖时期 十贯钞 可以换一弹米 到了仁宗的时候 二十五贯钞 才能换一弹米 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通货膨胀啊 要说到纸币的发行 还要从元朝说起 元朝很多事情呢 办的都很糟糕 但这个纸币政策 却是相当的好 制定该政策的人呢 应该是很有水平的 其钞票政策 深刻反映了 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 元朝发行纸币 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 如果没有金银 就不发纸币了 而且发行啊 有定额 持有纸币者 可以随时向朝廷 换领金银 这是典型的 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 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 直到二战后 布雷顿三邻体系破裂 才告结束 可到了朱元璋手里呢 这位仁兄啊 没读过书 哪懂什么是经济啊 看到元朝纸币呢 纸钞可以流通呢 他也跟着封印 问题是呢 他一开始啊 就印了不停 明朝初年 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白银 可发行的纸币呢 却有好几千万呀 拿着一张纸币 上面印着五千两 要想当五千两用 这老百姓可不傻呀 这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 据说出门啊 买一斤鸡蛋 就得用自行车 装一菜篮子的钞票 说实话 官员们挺可怜的 奉路呢 已经很低了 还发一堆废纸 拿着灯 手指吧 还嫌硬 那怎么办呢 嘿 老话说怎么说呢 上有正侧 下有对侧 于是各种捞钱的新花样 是纷纷的出炉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 我们来介绍啊 这两招是历史悠久 是十分的有名啊 第一招 蛇色火号 大家可能听说过火号这个词 当时交付税呢 往往是食物 如谷物 私之物 但有时呢 也改征收这个银两和铜钱 而这个熔断碎银时呢 可能会有损耗 官府就用这个名义 征收多余的银两 这些多争的付税 就称之为火号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 只有官府自己知道 这不过是一个 多收钱的借口呗 这一招 可谓是流传了几百年啊 长盛不衰 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 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 采用这个火号归功的措施 这一招 才从历史上消失 这话说回来 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 要争多少是自己规定 执行中的实际操作技巧 不算太高 但是第二招 就需要很高明的技巧了 第二招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临尖踢壶 诶 十分值得一提啊 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呢 官府用壶来装 这个壶可不是装水的那个壶 这是装粮食的一种粮器 方形 口小底大 百姓将粮食呢 放进壶里 再称重 计算着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 由于壶的造型呢 是底大口小啊 所以谷物呢 装在里边呢 是尖锥形 就会有一部分呢 超出这个壶壁 就在百姓呢 为浇完工粮松一口气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收粮的官吏呢 会用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对准这壶啊 猛踹一脚 此时超出壶壁部分的鼓励呢 就会洒落在地 老百姓呢 慌忙去捡 此时呢 官吏呢 便会大声喊道 别捡 那是损号 说你呢 怎么还捡 这招就到了临间踢壶 就是这脚被踢出去的部分 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号 这部分就成为了官吏的合法收入 老百姓可就倒着大霉了 就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这一招最关键的 就是踹壶的这个动作 一脚得踢倒 您要知道啊 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 官吏们呢 为了这一踹是苦练了很久啊 具体方式啊 就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 从这踹树开始 以树干不动 树叶纷纷落下 为最高境界 当然了啊 也有某些人可能选择就是踹门练习 一定要做到这一脚踹开 如超过两脚 为不合格 继续修炼 这一修炼对官吏们也是有好处的 万一有一天不当公务员了 您能转行入户打劫啊 这一脚门就开了 进去抢呗 在焦粮这一天呢 一旦壶已经装满 官吏们便宁神摒气 闭目深思 然后弃尘丹田 大喊一声 部分人呢 可能还要来个十来米的助跑 冲到湖前 拼命这么一踹 不拼命不行啊 踹下来都是自己的 如果踹下多 那就会哈哈大笑啊 请您注意啊 这两招是最平常的 明朝有很多名臣 如三阳 李贤 徐杰 张居正等人 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 养活自己的 而后来的皇帝呢 也认可了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这政府部门居然任何官员 明不张胆的搞钱 真的不会走这个元朝的老路吗 朱恩征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您别说 这老朱还真想了个办法 这什么办法呀 咱们下集接着说 上集咱们说到 朱恩征对官吏的苛刻待遇 导致着明朝的官们呀 都想尽办法捞钱 他们可能会说 这是老朱逼我的呀 我不想贪呀 我只想活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贪的人呢 答案是有的 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 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 他不是老朱这个时代的人 主要的是活跃于 家境到万历三个朝代 绰号海青天 和那位是额头上长月亮的 那个大黑脸啊 齐名 海瑞这位人凶 实在是第一号正之人 他几十年如一日 辛辛苦苦的干活 不该拿的钱 他一分不难 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 当然也没钱享受 上集说的火号和林间梯湖 好处 他是从来没有探过 每个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 家里是穷的叮当响啊 海瑞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又都御史 这可是个二品官 相当于这个监察部的部长 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 但他家里呢 请不起几个仆人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 吃的也不好 长期营养不良 海瑞死后 副部长前都御史 王用吉来处理后事 一进门啊 看见海瑞的家 便痛哭失声 王用吉没想到 海瑞临死前 竟然过得如此的凄惨 家里没钱买新布啊 到处掉的旧布帘子 用的箱子破烂不堪 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 更让王用吉难以置信的是 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 棺材也买不起啊 出殡的钱都是大伙凑的 像海瑞这样的人 在朱恩章的时代也是有的 比如当时的这个红文馆学士 罗富仁 这个职位您可以理解为 就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 罗富仁呢十分老实 家里很穷 但朱元璋对他呀 仍不放心 有一天呢 跑去他家里看 罗富仁呢 买不起好房子 只能在郊区呢 买了间的破房子度日 朱元璋东拐西拐 终于找到了地方 只见两间啊 破瓦房 有这么一个人呢 正低着这桶啊 在这刷墙呢 朱元璋见此人的灰头土脸 粉济满面 以为是给罗富仁干活的民工 便问他 罗富仁住这里吗 没想到刷钱的人啊 听到这位问他 回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啊 慌忙跑过来跪拜说 我就是罗富仁 此时的朱元璋 才看清他的脸呀 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富仁 再看他的打扮 一手拿着刷子 一手提着筒 一扇蓝绿 和那叫花子没什么区别 顿时是哭笑不得 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 你看这老朱他也好意思问啊 罗富仁陪笑说 陈家穷只能将就了 嘿 这句话就等于说呀 我住这儿还不都是因为您呢 果然 朱元璋啊 过意不去的说 你这么有学问的人 怎么能住这样的房子呢 回去后呢 便赐给罗富仁一所大宅院 罗富仁呢 算是清贫了 但他毕竟他的官位不高啊 还有比他厉害的 在六部中 以人事部就是 吏部地位最为重要 吏部尚书无邻 文一官清廉 退休回家后呢 朱元璋派这个使者 去打担他的近况 使者到了吴林的家乡啊 考虑到呢 他当过大官 应该有很大的房子 便去寻找 可是转了一圈呢 也没见到什么大房子 便在路边呢 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 问他 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这老农抬头对他说 我就是吴林 有啥事啊 使者是十分感动啊 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 朱元璋听后十分感慨 但道德和修养都很高的人 实在是不多呀 除去公资制度外 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 也有必要介绍一下 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 都是怎么休的 先说这个老祖宗汉朝吧 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 也就是说干五天 休息一天 可不是说这个休息礼拜六 礼拜天啊 是轮到哪天 休哪天 这一天有个名字叫休墓 墓是墓浴的墓 在这一天 官员们可以回家 看来这样这个汉朝的待遇 还是不错的啊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一次 称为寻休 好像待遇呢 比汉朝差了不少 实际上不是这样 在隋唐时期 已经有了今天的黄金周的概念 他们每逢新年 冬至会休息七天 这七天可是待心休假哦 除此之外 能想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 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中秋重阳外 还有皇帝的生日 当然 由于皇帝啊 经常变 所以这个假期呢 也经常变 让人吃惊的是 连如来佛祖的生日 老子的生日 孔子的生日 也都放假 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 传播广泛一点的话 上帝的生日 可能也算在其内了 宋朝的待遇呢 稍微的差一遍 但这一年的假期呢 还是有这么个几十天 到了元朝 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元朝统治者看来 生命在于运动 工作就是休息 什么寻休 大休都没有 大家以工作为重 一年的只有十几天休息 接力棒 终于到了朱元璋的手里 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朱元璋认为 给你们发工资 让你们管事 已经是优待了 当年老子可是连饭都吃不饱 还休息 有的官员提出了 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 直接被朱元璋啊 拨了回去 然后朱元璋 规定的休假制度呢 倒是简单易行 一年呀 休息三天 分别是过年 冬至朱元璋的生日 还想休息几十天 小子们 你们还没睡醒的吧 但这个休假制度呢 实际实行后呢 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个两地分居的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 都是无法解决 于是后来规定 从十二月起 放寒假 为期一个月 才算是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前所述 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呢 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深 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 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 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始 在所有的这个恶行中啊 朱元璋最憎恶的是贪污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 被官吏贪污 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 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啊 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 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 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 所以他要用尽一切努力 去实现这个梦想 红武二年 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 说过一番这个动感情的话 他说道 从前我当老百姓的时候 见到贪污污吏 对百姓啊 疾苦丝毫不理 心里啊恨透了他们 今后 要立法严禁 遇到有贪官 敢于危害百姓的 绝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啊 他颁布了有史以来 最严厉的速贪法令 腾六十两 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三万多人民币 以上者 格杀 勿论 即使在开国之初 六十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速贪的决心 为了增加这个震慑力度 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害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 政治制度 机构设置 多有不同 但这个县衙的布局啊 是差不多的 都有这个大门啊 芥石 鼓楼 二门这些结构 但在明朝呢 却在这个大门和二门之间呢 多设置了这么一个土地瓷 此土地瓷切不和晚上去看啊 着实的吓人呐 这个土地瓷是干什么用的呢 不要吃惊 这个地方啊 是剥皮用的 剥的什么皮啊 人皮呗 专章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 要把贪官的皮啊剥下来 然后在皮内呢 塞上稻草 做成稻草仁 并挂在办公室旁边 供众人参观 小枣呢 享受这一个高级待遇的呢 是朱元昌的老部下 叫朱亮祖 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 立有大功 被封为永家侯 镇守广州 可谓是位高权重啊 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焦黄 当时他治下的潘育县 也就是今天广州的潘育区 有个县令叫道同 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 由于这个执法严厉 道同与当地的土豪略身呢 发生了点矛盾 这些土豪呢 吃了亏 又拿道同没办法 便拉拢朱亮祖 希望他能为自己出头 而他能为自己出头 头脑简单的朱亮祖 收到了好处 他居然就答应 此后 朱亮祖多次与道同 发生矛盾 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 还派着黑社会啊 暗中设服 打了道同一顿 但道同呢 并未屈服 与朱亮祖呢 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的矛盾 是一步步的升级啊 终于到达了顶点 道同呢 抓住了伏击 他的恶霸 罗氏兄弟 朱亮祖一听 自己派出的人被抓了 竟动用军队 包围县衙 强行呢 将人犯的给抢了出来 并且还向皇帝上奏 弹劾道同一堆的罪状 这就属于恶人先高状 道同终于忍不可忍 也随后向皇帝呢 递状奏折说明情况 但道同忘记了 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 什么呢 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呢 是驿战的马 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 朱亮祖也料定这个 道同会告状 于是呢 派人挑最好的马 飞快的赶到京城 狠狠的告着这个道同一状 这朱文章属于头脑容易发热的人呢 一看着朱亮祖的这个告状信呢 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文章发出命令不久 道同的奏折到了 朱文章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 连忙派人去追啊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给人明摆着当了回枪使啊 这老朱爆脾气 您知道啊 所谓帝王一怒 浮世遍野呀 更何况这个帝王还是朱元璋啊 这不老朱已经开始磨刀祸祸 等着呢 这次有多少人会牵涉其中呢 咱们下集 接着聊 上一集咱们说到 朱亮祖靠着快马 打了个消息叉 哎 害死了道同 顺带着呢 还让朱文章当了回枪使 这就叫冤大头啊 道同 为官清廉 家里呢 没有钱 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啊 无人供养 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 然后 从容就死 道同被杀的时候呢 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啊 公道是自在人心 朱亮祖却是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呢 终于斗倒着道同 他和那些土豪恶霸 可以高枕无忧 话虽如此啊 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呢 他跟随这个朱文章打过仗啊 深知此人呢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的性 不过道同 只是个小小的支线 而自己却是个开国大将 这个御风侯爵 向来这朱文章 不会为了一枝木花 对自己下手吧 朱亮祖的猜测呢 似乎是对的 过了一段时间呢 始终未见朱文章有何反应 这朱亮祖终于算是安了心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大理寺的官员 手持着朱文章的手遇 抓他的时候 这朱亮祖啊 才会那么吃惊 朱亮祖虽然手中有兵 却还没有到神经错乱的地步 敢和朱文章对抗 他十分老实的 把自己的兵权啊 交了出来 和大理寺的官员 一起前往京城请队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呢 并不急于上路 而是询问朱亮祖 你的儿子朱仙呢 当下朱亮祖的惊呆了 他瞬间就明白了 这句话的含义啊 他这儿子呀 也逃不掉了 因为朱文章的人生哲学正是 要么不做 要么做局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 认为自己啊 劳苦功高 只不过杀了一个支县 朱文章最多呢 是责罚一下而已 并不会杀他 但是现实和想象 总是有差距的 红武十三年九月初三 朱亮祖和长子朱仙 被压到了朱文章的面前 朱文章没有跟他废话呀 充分的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 上来就用鞭子 对朱亮祖一顿猛抽啊 侍卫们一看这皇帝 都亲自这个上阵了 士气大阵 在得到朱文章的默许后 纷纷开始动手 于是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仙 就这样被活活的鞭死 鞭死呀 您细细的评评 觉得害怕不 在杀掉朱亮祖和朱仙后 朱文章下令将参与 此时的恶霸全部斩杀 朱文章念计朱亮祖有功 给他留了个全尸 其他的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朱仙等人的皮呢 都被剥了下来 悬挂在闹市 供众人参观 起到这个警戒后事的作用 朱文章对这件事的处理呢 让很多官员呀 胆寒呀 而朱亮祖也在武艺中创造了第一个记录 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 不过朱亮祖呢 并不是最后一个 此后当庭打死大臣 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 就此延续了下去 很多直言的大臣 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 夺去了性命 此后 朱文章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 是越来越严厉 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 统治者都不敢想象的政策 那就是普通的百姓啊 只要发现贪官污吏 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 送到京城治罪 而且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 如果有人敢阻拦 不但处死 还有朱连九族 这个在中国的法治史上 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个政策 其实说实话 操作性的不强 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这上访的这个成本的太高了 当时老百姓的主要是忙着生存 暂时啊 控不出手来参与政治 不像咱们现在的朝阳区的热心群众们 和这种群众简举揭发相比啊 朱文章速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 也就是我们之前前面介绍过的简教 这些人并不全国各地啊 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忘法的 即刻上楼 而朱文章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 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了 照样啊 爬起床来办理 甚至有的贪官的今天刚收的红包 第二天 就会有这个纪检的官员 把他抓去治罪 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朱文章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 自己也全力配合 按说这个贪污行为应该是绝技才对 而情况呢 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文章致敬的法律呢 规定当时的刑罚呢 限于什么呢 打背脊 打屁股 坐牢 流放 处死 五种 从这个字面上 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 客观来说 在封建社会 这些刑罚并不算重 这也是朱文章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 而做出了一种改进 在朱文章实施的刑罚中呢 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 把人捆在柱子上 用刀呢 慢慢的割 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呢 那这个受刑者就要受虎了 据说最高的记录割过三千多片 把人的肉都割完了 人还没死 除此外呢 还有所谓的就是抽肠刷洗 这两者呢 都是字面意思啊 抽肠子我就不说了 画面太美 您自己想吧 刷洗呢 指的不是把肠子刷洗 是刷洗人 用开水浇人 把这个皮呢都烫熟了 再用刷子刷 哎呀 想着就残忍 还有这秤杆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啊 这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钩子把人吊起来 风干 另外还有这个烟割 八七盖 等经典的刑法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面前 官员们仍然潜伏后继 贪腐无度 活像一群赶死队啊 成群绝对的走到了朱文章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 贪污不断啊 朱文章根本就杀不尽 据统计 在朱文章任期内 因贪污受贿 被杀的官员有几万人 到鸿武十九年 全国十三个省 从政府到县的官员很少有能做到满刃的 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 能平平安活到退休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要什么自行吃啊 你想想 朱文章呢 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 以所谓的这个 招文道 稀可死 为人生的信条 但却在当官之后呢 把他改成了 招结派 稀腐败 朱文章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但是对付这样的人 他是清楚的 一个字 杀 可是杀完一批啊 又来一批 这朱文章急眼了 于是他颁布了 更严厉的法令 他说的 我想杀贪官无敌 没想到啊 早上才刚杀完 晚上你们有饭 那就不要怪我了 今后贪污受贿的 不必六十两违宪 全部杀掉 意思说呀 收一点钱 不用六十两违宪了 六十两 以下你收五十九两 一样杀 收一两一样杀 可是这样 就能制止贪污了吗 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 他以为这样可能能止贪了 没有 这样只是让官员呢 变得越来越少 于是当时的史料中 出现了这么一样滑稽的记录啊 说 该年同批发榜 派官三百六十四人 皆为进士奸生 仅一年后 就有六人涉嫌贪腐 被朱恩章给杀了 这个数字似乎不多啊 您别着急啊 后边还有呢 后边写的是 待死罪 徒留罪 办事者 三百五十八人 得 这三百人一个没漏 全是贪官 咱们再说这个 待死罪 徒留罪 什么叫做 待死罪 徒留罪 办事 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警官 很多犯罪的人过堂 上到衙门呢 哎 才发现当官的呢 也戴着镣铐 和自己一模一样 后边还有人监视的 除了这个衣服是官服 剩下活脱脱就是一犯人 这种情况呢 出现的是因为啊 官员被杀的太多了 没人干活了 朱恩章虽然勤劳 但也不能代替所有官员啊 于是呢 朱恩章就创造了这么一个 待死罪 徒留罪 办事的制度 且具体操作方法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官员犯罚 判了死罪 先拉下去呢 打几十板子 就在自己觉得 自己小名不保的时候呢 老李突然来了人 不管死活的 把受罚官员给拉出去 塞到马车上 送到各个衙门啊 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你了 活还没干完呢 看来这个 在压榨剩余价值这方面 资本家比这个朱恩章 简直是拍马难及啊 结果就是 被判了死罪的官员 给下面跪着的犯人 判死罪 然后自己再到朱恩章 那里去领死 活干完了 有谁要管 您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掉 该图刑流放的 也执行办 求求您了 别再折腾了 也不知哪位导演 有没有兴趣啊 拍一部以明朝 这个为 为背景的 这个反弹风暴啊 我估计精彩程度 呵好家伙 爽啊 由此可见 朱恩章是下了大力气速贪的 但效果并不是太好 这是很值得分析的 大凡在封建朝代 开国时期 官吏都是比较连接的 而红五年间出现的 如此大规模的 官员贪污被杀 是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应该说 朱恩章的某些政策制度 和执行出现了问题 官员贪污的主因 固然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 但官员待遇过低 朱恩章的速贪手法 过于急躁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老朱当时并不知道 高薪养帘的概念 咱们接下来 就要跟你聊个两个案例 很能说明这些问题 一是发生在 红五九年的空印案 另一案则是发生在 红五十八年的郭桓案 这两个案子影响之广 范围之大 实属罕见 至于这两个案子的 来龙去脉 咱们下集接着聊 上集咱们说到 朱恩章花了很多的精力呢 来处理这个贪官污礼 为此杀了很多人 但速贪的功效并不大 这说明呢 朱恩章的某些政策制定的 是很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您先听听 我给您讲两个当时 十分著名的案件 第一个案子是空印案 咱们先说一下 这个案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啊 根据刑法制记载 此案发生在 红五十五年 但根据此案 当事人记载 真实案发时间 是在红五九年 目前具体时间 尚未得到确认 这里咱们就采用 红五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原因是这样的 明朝规定 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啊 报告当地的财政账目 而地方账目呢 必须跟户部审核后 完全相符 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 财算完成 如果对不上 即使只是一个数字 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 更让人为难的是 所有重修账策 必须盖上圆崖们的印章 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看起来 似乎不太难执行啊 但当时是很难的 要知道啊 那个朝代没有高速公路 没有铁路 各府各县 必须派使者带着账策进京 您可别以为这出差事件没事 这些使者 首先条件就是身体要好 身体素质达标 因为这一路上啊 很辛苦啊 没有汽车火车让您坐啊 您得骑马 完了呢 坐船 坐完船再骑马 有时候呢 您可能还要搞一些登山运动 比如这么说啊 您这是广西啊 某地的官员 想要到京城啊 最快也得一两个月 就算说您年初一 带着这个账本进京 核算 到京城啊 起码是早春三月 跑的是满头大汉 您来到户部啊 这一核对 得错一个数字 行了 啥也别说了 那什么兄弟 那个打马回去吧 我等你 他得回去改呀 于是该使者呢 又一路狂奔 掀骑马再坐船 回去改了账策 盖了公章 再出门上路 哎 这来回就是四个月过去 转眼已是夏天 赶到京城 哎 咱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来 咱们接着队账吧 可这位兄弟呢 确实是运气不好 核对之后 发现的还有地方错了 大家什么也别说了 那还是回去吧 哎 临走之前呢 户部的官员还真对得起他 说两句贴心的话 哎 兄弟回去改账吧 哎 记得下次来都穿点衣服 因为这边冬天很冷的呀 您看看 于是呢 他又赶回去了 等赶回来 这回终于把账啊 对上了 可时间差不多呢 快到第二年了 北京这官员呢 也对了几次 行了 你也别回去了 在这过年吧 等过完年了 嘿 账簿又该重新核对了 他又得回去取账本去 基本上情况呢 就是这样 如果总是这么折腾啊 谁也受不了 经过分析 官员们发现啊 关键问题啊 是在于盖印的这个环节 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 账策错了 当时就能改呀 但是这个官印 不是你能带着的 你把官印拿走了 那官老爷在家 你不能拿 拿萝卜刻章 给人盖文件啊 当时在街头 司刻公章的生意 是没有几个人敢做的 要不怎么说 水浒传里边 有一刻章子 叫金大监 他能上梁山啊 在古代 这个是门锦窍的活 所以呢 这些官员呢 灵机一动 带上事先准备好呀 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 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 带空印文册 就成了当时 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朝廷上下 全都知道 只有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 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但是这里的不幸 是对这些官员们说的 红武九年 朱元璋啊 突然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秘密 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呀 官员们竟然搞这种名堂 朱元璋震怒了 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他头 于是他派请官员呀 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 这问题就不难解释 其实朱元璋派去调查的官员 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 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 可是没有人敢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滑稽的场景 问话的官员知道 回答的官员知道 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啊 官员们害怕呀 如果上书辩解 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者 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呀 就在此时 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 值得敬佩的是 他并不是在职的官员 而是一个平凡的声援 也就是秀才 从某整程度上来说 他就是一个老百姓 这个人叫郑势力 他没有任何背景 没有任何靠山 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 就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呢 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 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 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 在书信中 这个郑势力明确的指出 控印文策所用的这个是棋缝印 并不是一张纸啊 盖一个印 就算是被这个有心之人得了去呢 也不会惹出什么事端 这郑势力呢 也帮官员们解释了 这个控印出现的这个原因 其实呢 郑势力呢 不但敢于直言 也是个聪明人 他估计到朱元璋啊 可能这个羞于认促 便在文章最后呢 为朱元璋开读 文章写道 其实您啊 也是为老百姓好 您是怕汤文污吏啊 借机挪用这些啊 控印纸 用来危害老百姓 您都是为老百姓好啊 照着这个郑势力的意思说呢 黄帝大人 您没错 大臣们也没错 当然小人 我也没错 大家都没错 误会 误会啊 朱元璋呢 给他赏赐了一对呢 银手镯 直接送去劳改 听到这儿 您是不是觉得朱元璋 还有那么点幽默感 其实呢 是因为这个郑势力呢 把朱元璋呢 看得过于简单了 朱元璋呢 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 他也不是那种啊 不肯认错的人 其实 从朱元璋的无数耳目那里呢 他很容易的得知 事情的真相 如果他连这个问题 都搞不清楚的话 明朝的天下 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朱元璋 为什么还要处罚 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朱元璋啊 从来不信任那些官员 这和朱元璋 从小的经历 是分不开的 他深刻的了解 这些官员 寻思舞弊的本事 在朱元璋看来 满朝的文物 都是靠不住的 即使 现在这些官员 在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的分析 空印啊 之所以给朱元璋 如此大的触动 是因为朱元璋认为 这些官员 轻视了他的权力 居然敢不想他请示 就私自 擅自盖印 这是藐视他的权威啊 朱元璋的心里呢 估计是这么想的 真是好大的狗胆啊 你们 居然为了偷懒 就私用权力 今天你们不经过 我的允许 把印盖在了文书上 要是我容忍了你们 明天你们还不把印 直接盖在我头上 不整治你们一下 是绝不行的 于是 郑势力被罚作了苦工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 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 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 郑势力一无所有 他却凭借着自己的勇气 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 由于郑势力的英勇行为 他作为既非皇亲国戚 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 被记住了名史 在属于郑势力的名史 郑势力转上 我们看到的是勇气 这样的人 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 而相对于那些 空印暗中获罪的官员 郑势力还是幸运的 因为案件已经定性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 可问题在于 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 都存在着空印现象 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 都杀掉吧 是的 朱元璋确实把他们都杀了 无论这些官员在什么地方 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 是山地还是平原 所处的环境繁华 或者是荒芜 他们的待遇都是一模一样 在我给您宣布处罚结果前 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啊 全国共有13个省 140多个府 1000多个县 这些省府县的官员 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罚如下 主印官员全部杀掉 副手打100仗后冲军 除此之外 连各省暗查史司的严官 也有很多获罪者 这些严官相当于现在各省的公检法机关 处置理由是监管不利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 平日里都在争谁是官大谁官小 这事倒好了 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 正职就得掉脑袋 争何谓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呀 在这次空印案中 很多素有青莲之名的好官 也被杀掉了 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 方孝如他爹方克勤 这位仁兄啊 在山东济宁干支府 为政清廉 平日里肉都舍不得多吃 衣服上满是补丁 但就是因为他是主印官 糊里糊涂啊 就没了脑袋 所以说这是取大冤案 但要说明的是 空印案中所杀的官员数目 是有争议的 有些史料记载呢 死者上万人 这应该是不准确的 因为朱文章处理的 只是长印的官员 副职他并未杀掉 朱文章也不是人们 想象中的杀人狂 他是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的 杀光官员这种蠢事 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 可以看出 此案和素摊其实并不太大关系 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 采取了一些变通方法 演变成一件大案 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 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 朱文章还接着处理此案 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由此可见 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行为 都是极其敏感 朱文章的行为 大概可以用说堂一书里 秦书宝进牢房时 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 紧得老来 先打你一百沙威棒 看你老不老实 这就是沙威棒的威力 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 在洪武四大案中 只能算是个小弟弟 下面这个案件 才算是大哥级别 那才是真正的所到之处 一扫而空 这个案子就是郭桓案 那么在此案中 明朝的官员们究竟惨到何种地步呢 下一集咱们接着聊